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整天都不在家 真的是吃喝玩乐也很忙 然后大剧小剧 然后要旅行等等的 真的整天都是很少在家 现在被迫要安静下来在家 开始大家会想说 我过去在忙什么 然后对人生重新有一个思考 这让我想到传道书 第二章第十一节这里说 后来我查看 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 和我劳碌所成的功 谁知都是虚空 都是捕风 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 现在回想起来 以前那样忙忙碌碌的 到底得到什么呢 然后下面第十三节就说到 传道书二章十三节说 我便看出智慧胜过愚昧 如同光明胜过黑暗 是 其实这里讲的就是一个永恒的意义的主题了 好多时候一些短暂的快乐 很快也就过去了 好像哪一天我们吃了一个大餐 可能一个礼拜之后 大概吃什么也可能忘记 是啊 那个快乐其实很短暂 所以想想这一段疫情中的日子 我这位姐妹就说 现在很珍惜 就是趁着这个时间 重新整理自己的价值观 人生目标 还有反省自己跟家人的关系 有必要这样一天到晚往外跑吗 所以现在留在家里 她说越来越珍惜 跟家人静静的在一起相处 享受那么静静的安静的时刻 是 另外一方面也有人反映 哇 现在实体聚会非常难得 所以反而很珍惜 跟弟兄姐妹能够面对面的 那个真实的交易的机会 那么不管如何 这些疫情的的确确 带给我们好多反思 这一点来看 这个大环境就逼得我们 要安静下来 沉淀一下自己的人生 从圣经的话语里面 去思考 到底我们走这条人生路 是不是走在主的旨意当中 是 真的是要求神给我们智慧 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 能够做一些真的是在永恒里面有意义的事情 对对对我就回想起 我们会有这个玩倒的视频 也是因为疫情而起的 本来我们没有打算做这件事 但是呢前年的疫情使得尸体聚会停止之后 吴师母和我就想到应该和大家在这样的一个方式中 保持主里面的勉励和支持 于是就产生了这个了 那陆陆续续做到现在 我们也觉得每天能够有一些时间自己安静反省 而且呢透过科技的方式 几百个人一起祷告 也是一件美事 我们也接到一些弟兄姐妹的回馈 说在玩倒中得着许多安慰 我们都为这些感谢主 这也是疫情带给我们的另外一个角度的福气 是不过还是要为这个高涨的疫情 每天几万人染疫这个祷告 真的是有染过疫的人 虽然说是轻症 但是呢也也知道那个当中实在是蛮辛苦的 是是我们求主保守 那在主的恩典之中我们能够平安 那当然我们也知道我们的认识的人 或者是同工或者同工的家人 有染疫的 我们恳求主能够保护他们 让他们不管年纪大年纪小 都能够在这个过程中 经历主所赐的平安 今天晚上我们就存着这样的心 再一次来到主面前 我再次请师母带领我们祷告好吗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保守我们平安 也是给我们日用饮食 在这样一个特殊的人类 一起经过的这个瘟疫当中 我们才回过头来看 每一天能够平安度日 能够有足够的食物 是一件何等感恩的事 主啊过去我们真是轻忽了 神给我们各样的恩赐 家人朋友 教会弟兄姐妹 给我们各样的祝福 真是把他认为只是理所当然而已 不懂得珍惜 现在我们真是更加的珍惜 我们也在这样的一个 被迫要安静的日子 回想我们的价值观 我们的人生目标 我们所劳碌忙碌的 到底有什么益处呢 求主让我们一个安静的心 来思考的时候 就得着智慧的心 主啊我们求主继续的光照 保护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 在你里面平安 特别为染疫的弟兄姐妹 或者弟兄姐妹的家人祷告 愿主你真是施恩 让他们很快的脱离这个病毒的感染 能够很快的痊愈 主啊有些人因为这样 必须要在家隔离 也一样的求主 给我们一个稳定的心 一个顺服的心 在这一切的困难当中 靠着主 相信主一定要救我们到底 让我们能够度过这个难关 度过这一段的日子 求主让疫情赶快的得到控制 这一些所必须的医治 还有各样的快筛的这些的物品 都能够顺利的到我们每一个人的手中 保护我们每一天的平安和健康 谢谢主 每一天为我们担当我们的重担 我们在睡觉以前将一切的重担 交托在主手中 愿主亲自的帮助我们 得享你所示的平安 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 Amen 愿主带领 今天晚上是给各位一个平静安稳 得力的休息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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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